当小三居然这么理直气壮 这只兔子被云配找上门 却反而嘲讽对方 是你男朋友自己亲上来的 而且不一下就兴奋的不行哦 这种雄心又有多少价值呢 记得对面那只阴阳兔 直接把他推了下去 又一桶水泼过去 他和他男朋友 可是濒临灭绝的小丑兔情侣 跟这种随处可见的迷你兔 是不一样的 小丑兔还威胁迷你兔 要把他到处和其他雄心 一起玩的事情告诉全校同学 没想到在这座肉食动物 和草食动物共存的学校 也会发生霸凌事件 更可怕的是除了霸凌 居然还有杀戮 月黑风高夜 杀人放火天 羊駝连滚带爬冲进教室 身上已经满是伤口 紧随他而至的是 一个肉食动物的身影 门被关上后 羊駝生存的希望 也被瞬间剥夺 他只能无助地痛骂一句 你们肉食动物全都是怪物 然后死在了 那个身影的血盆大口之下 第二天西居社的 羊駝提姆遇害的消息 就传遍了整个学校 偏偏是宣传肉食 和草食和谐相处的 社团典范 看起来简直就像 是在挑衅一样 草食动物们人心惶惶 尤其是戏剧社的草食动物 不过现在还有别的问题 提姆死了 两周后的演出 谁来代演他的角色 整个戏剧社都被阴云笼罩着 等着他们的团长 公不裁决 但在阴暗的角落里 回浪雷格西却一直 再紧紧盯着绵羊艾鲁斯 等到提呼老师到的时候 戏剧社已经分成了 肉食动物和草食动物 两个阵营 大家针锋相对互相指责对方 只有雷格西不见身影 艾鲁斯一想起 他看自己的眼神就怕得不行 觉得那就是 妥妥地看猎物的眼神 感觉自己马上 就要成为下一个受害者了 果然刚在宿舍门口 和好友分别 雷格西就急剧威压地 缓不走来 艾鲁斯早有预料 一边掏出剪刀 一边怒骂着质问 平时装成朋友 肚子饿了就把我们当食物 结果下一秒 雷格西递过来一封情书 陆缓却是提姆 原来提姆一直暗恋艾鲁斯 早就准备好的情书 却因为遇害 再也没法送出去 作为提姆的好朋友 雷格西便帮他把情书 给了艾鲁斯 艾鲁斯意识到 自己误会了雷格西 心里很过意不惧 并想帮他澄清流言 但雷格西表示不需要 几天后是提姆的葬礼 戏剧社的当红演员 路易前辈也前来祭别 雷格西眼睛一眨不眨地 左翼背不出来 他就直接掐着人家的脖子 就在这时一只猛闯了进来 猛名叫凯伊 提姆去世后 他本因为那个角色 肯定会落到自己手里 没想到路易前辈 却让平时不肯不想的左翼代言 左翼不服气地跑来质问 搬好撞见石草的赤露 手掐山羊脖子的场景 旁边还有个漠不作声的雷格西 路易没有回答凯伊的质问 而是直接宣布 把他调到宣传美术组 看凯伊不服气的神色 便开始悉数他过往 结果刚出手就被雷格西拦下 雷格西提醒凯伊 他可是主角 凯伊立刻给自己台阶下 放了句狠话就迅速离开 雷格西本来想跟着走的 却被路易拽住了尾巴尖 让他今晚潜入讲堂陪左翼练习 说着还有一把拽住雷格西的领带 让他凑近自己 像是条形一般诱惑雷格西 如果我答应给你一条我的腿 你应该已经流着口水答应我了吧 可惜人家雷格西是个老实人 只能就这样答应下来 另一边迷你兔小春 正在被通宿舍的人欺负 那些人把他的东西 包括床垫全都丢了下去 幸好小春躲得快没被砸中 他被动的承受着那些欺凌 同时表达出了自己的愤怒 却并没有反抗的行为 只是默默拉着床垫又回到了宿舍 看到另一个室友萨利躺床上看书 还真怪他怎么没拦住他们 然后邀请他一起去吃晚饭 萨利毫不留情拒绝 虽然没有和其他室友同流合污 不过他也不打算对小春示好 小春只能一个人去食堂 可是无论想坐到谁身边都会被拒绝 只能孤独地坐在食堂后面 没想到还没吃几口 小丑都就又来找麻烦了 一开始小春还能反驳着嘲讽几句 对方直接动手后他就没办法了 肉食动物在这所学校是弱者 而他身为体型最小的迷你都 更是弱者中的弱者 雄性们看到这张惹人恋爱的恋意 会忍不住产生想要保护他 陪着他的感情 小春却很清楚地知道 一旦那些人发现事实 和他们幻想中的不一样 就会立马拍拍屁股走人 但他已经习惯了 此时的雷格西正守在剧团门口巡逻 帮头头排练的路易和左翼放手 突然一股迷人的香气传入他的鼻腔 来人正式路过的小春 属于草食动物的气温 瞬间点燃了雷格西的欲望 他跟随本能一步一步走向小春 小春也立即察觉了危险 他知道自己无力反抗 于是直接放弃挣扎 然而下一秒雷格西却紧紧地抱住了他 怀中这个香香软软的草食动物 唤起了他的嗜血本性 他甚至已经自动挠不起了那甜美的味道 从小就没吃过肉的肉食动物雷格西 正在拼命抵抗那补本能 他绝不能让自己之前的努力白费掉 和本能对抗的同时怀抱越收越紧 眼看凉牙快要碰到小春那脆弱的脖梗 左翼的声音突然传来 大呼不好啊 雷格西一愣 小春又迅速振脱逃跑 他只能跟着左翼去剧院 原来是排练出了差错 路易为了救左翼 自己从台上摔了下去 雷格西趁起摔断了腿的路易 听到他问有没有什么异常 立马悄悄藏起了自己沾血的力掌 皮尔天雷格西魂不守舍地来到了食堂 在这个世界吃肉是重罪 学校的餐厅自然不可能出现肉类 为了让所有学生都吃得满意 还研制出了多只汉堡肉 这种口感像肉却不是肉的东西 但一直压抑本能 肉食动物迟早会受不了的 果然食堂里狐狸和狐狼 就因为一件小事争执了起来 你瞅啥 瞅你咋地 然后就开始大打出手 狐狼还咬上狐狸的手腕不肯撒嘴 看到这一幕雷格西的心声 又开始蠢蠢欲动起来 他怒吼一声助手 两人都被这身给震慑住了 然而狐狸又不甘示弱地 跑到雷格西面前找茬 一向低调行事的雷格西赶紧在心里想 要如何才能不动声色输给对方 没想到关键时刻 路易竟然会过来帮雷格西结尾 路易居高领下地提醒狐狸 在公共场合露出疗牙 他可是有识其统的 狐狸不屑一步 觉得这又是路易为了得到 逼斯塔尔的称号的积攒声望 所谓逼斯塔尔就是 肩负着统领全校的责任 超越这个世界上的歧视和恐怖 拥有英雄般地位的人 面对狐狸的发难 路易的姿态依旧优雅 试堂大部分学生都是他的忠实拥躲 看到这一幕都被他迷得七荤八素 狐狸听到周围议论纷纷的声音 只好暂时撤退 惹起众怒就不好了 路易让大家回去吃饭 然后和雷格西搭话 直接戳穿他刚刚想假装输掉的打算 忍不住感慨 真不知道你要装到什么时候 看来你这头狼比我想的还要坏啊 雷格西看着路易的背影 对自己的存在产生了质疑 很明显路易象征的是那种传统的阵营 提姆死后大家都可以对这件势必而不谈 而路易不顾腿上依旧坚持饰演 刚强勇敢的主角 只是因为他比谁都更正是提姆的死 戏剧社的成员都在为了不久后的演出而忙碌 雷格西也被安排去元一社要点玫瑰花回来装点舞台 和他一起的是十一兽 结果刚走到元一社门口 雷格西就嗅到了熟悉的气味 门一开果然是小春 不过小春似乎并没有发现雷格西是昨晚袭击他的人 为了沉默管言的雷格西多和别人交流 十一兽立刻找借口撤退 让雷格西自己和元一社的人说 小春看到雷格西那副对自己避之不及的模样 以为他也是听说了关于自己那些不好的传闻 但并不太在意 此才熟的跟雷格西聊着天 小春是元一社目前的唯一妇员 他请雷格西帮自己搬花盆作为报酬 雷格西这才注意到小春手臂上的绷带 回想起来那伤还是自己弄的 可是问了之后小春却说不记得 可能是做了噩梦 然后继续去世弄着那些艳丽的花朵 干完活进房间后 雷格西还在休息要跟小春说些什么 小春便以为他的那些人都是一样 拉下窗帘后就自顾自熟练脱下了衣服 雷格西回过神看到面前拖得只剩下内衣的兔子 瞬间吓得不知所措 咋回事啊 车车 好坏的车车 与此同时 十一兽正在跟另外两个草食动物捞喝 其中一只小丑兔身上带着白色的柔软兔毛 十一兽一眼就看出来 这不是小丑兔自己的毛 果然小丑兔开始炫耀起来 自己昨天和一只可爱的小迷你兔约会了 旁边的老山羊忍不住问 是不是元一世的纳尾 睡相有点差 结束后还会自己收拾东西 好家伙这是俩好兄弟睡了同一只兔子 坐在中间的十一兽开始慌了 他把春情狗子雷格西一个人丢在元一世 该不会出事吧 只能说担忧是对的 小春已经把雷格西裤子扒了 开始对他上下棋手 进展到这个地步雷格西就算没经历过也懂了 连忙掐着尾巴逃跑 迎走之前还不忘帮小春披上毯子 怕他着凉 小春也很内疚 原来是他自己误会了对方的遗途 不过一想到对方一个大型肉食动物 只是被勾引了一下就慌不择路跑了 他忍不住露出了慧心一笑 雷格西刚好遇上回来查看状况的十一兽 十一兽连忙把自己听说的事情告诉雷格西 说元一神那只兔子是个壁驰 会四处勾引雄性动物 雷格西却并没有听信那些传闻 他更相信自己和小春相处时的感受 他对花草植物的温柔都不是伪装 或许是有什么苦衷呢 更何况他深知自己并不了解女生 那就更不应该妄下判断了 但这件事还是悄悄在雷格西心里扎了根 他开始会在各种时候不合适的相亲小春 而迎新演出的日子已经快要到了 演员们都在家庭派练 路易克是不顾自己的腿伤坚持和大家一起 被调到没数步的凯一正在跟雷格西唠嗑 他告诉雷格西戏剧车的每一个成员都有自己的影情 有特殊情况才会被招进来 就是为了贯彻展现人生这个背后的主题 比如他自己就是父母双亡 被猎狗一家养大 说着他开始好奇雷格西的影情 但雷格西更好奇路易是否同样也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房间里路易正在自己给自己缠绷带 他没告诉任何人自己受伤的消息 就连当时在场的左翼和雷格西都以为他只是崴了下脚 然而事实是伤越来越严重了 这时雷格西出于关心走了进来 可路易的第一反应却是如何从这个捕食者手中逃脱 并同时收起那些绷带药品 雷格西是来汇报舞台不至相关的事情的 路易看到他不自觉挥舞的爪子就心烦 雷格西意识到后连忙收起爪子 表示他经常坚持下的 但常常没过几天就又长长了 路易却将他逼退到墙边掐住脖子 质问他为什么不对自己的强大负责 雷格西还是那富老师芭蕉的模样 路易表示肉食对草食露出獠牙是违法 路易更愤怒了 怒指雷格西别随意给他贴上草食标签 他把手放到雷格西嘴里让他咬下去 结果雷格西真的露出獠牙 他又在那一瞬间产生了恐惧 草食的本能让他立刻甩开雷格西 雷格西也不喜欢自己的肉食身份 他只想偷偷摸摸地活着就好了 回狼的强大并不能带来希望 但路易不一样 路易在大家眼里就是正义的象征 就连雷格西自己也在悄悄崇拜着这个前辈 所以他并没有对路易的行为多说什么便离开了 今天是生态日 动物们都可以去原本 试以自己生存的环境房间中待一会 而狼的生态就是晒月亮 雷格西又不自觉想起了小春 那还是他生平第一次被当作雄性对待 他终于看清了自己的内心 那里充斥着喜悦 和想再见一次小春的渴望 终于到了正式演出的日子 路易的腿伤已经严重到走路都带着钻心的疼痛 他看着演员们的合照 心里想的却是他只能靠自己 所以必须顺利完成这次的演出 等到结束后再去医院 就连上台前给大家加油打戏都仿佛是在说给自己听 负责控制灯光的雷格西静止静则做着自己的工作 台上的路易却比灯光更加耀眼 终于一切结束 帷幕缓缓落下 听到下面传来的喝彩声 路易终于再也支撑不住倒了下去 晕倒前的唯一想法却是我成功了 再次醒来是在病床上 所有社员都沉默地围在床前 路易的第一句话就是问观众看见了没 社员让他放心 那时候帷幕已经完全落下了 虎哥比尔心直口快说出了路易的伤势 表示下一场他没办法再参演了 路易很欣赏比尔的诚实 于是直接指定他来顶替自己的男主角色 以至于比尔的反派角色只能由雷格西替代 两个肉食打得明显更加畅快 比尔也不用再压抑本性 生怕伤到对手了 第二天上抬前路易去后才找了比尔 告诉他今天也是全场满座 而有异物同时震撼几千名各种各样学生的心灵 就是阿德勒这个角色背负的诅咒 这番毫不客气的话并没有激怒比尔 他反而贴心地扶着路易一起出去了 两人一起说雷格西坏话 明明是强大的肉食动物却要表现得那么可怜 然而比尔一进房间就被雷格西给盯上了 雷格西跟着比尔进厕所 发现他果然随身携带了一管兔子血 这种血腥味对于肉食动物来说不亚于兴奋剂 比尔是担心自己无法胜任阿德勒这个角色 才初次下策的 雷格西没能拦住他 比尔带着那管兔子血登上了舞台 但表现依然不佳 台下已经开始议论纷纷了 比尔越来越紧张 越紧张就越容易引砸 终于到了和反派对峙的情节 雷格西还在为比尔携带血液作为兴奋剂而愤怒 既然他觉得这是震荡 那就由自己来把他打回原形 雷格西一拳将比尔打飞 又紧随上去将他压在身下 一拳接着一拳发现了自己的愤怒 终于比尔忍不下去了 他站起来紧紧抱住雷格西 嘴里还不忘念着那些正义凛然的台词 终于雷格西倒了下去 完美复合正义打败邪恶的标准套路 就在比尔准备给雷格西最后一期的时候 路易突然出现 直接改变整个故事的走向 真正的阿德勒还是路易 比尔所扮演的只不过是虚假的冒牌货 他被英雄呵斥 扎扎尾巴逃跑 而路易却朝雷格西伸出了手 两处灯光交错映照在他们身上 此时的路易和雷格西都仿佛赢得了和命运抗争的胜利 拍下喝彩身一片 但毫无疑问 他们把这场戏剧搞砸了 戏剧社的大新闻很快上了头版头条 上面还有雷格西那张帅人 雷格西的好兄弟杰克雪毫不在意地继续跟他唠嗑 但很快雷格西和比尔两人就被路易叫去驯化了 路易并不是为比尔私自用小动物的血当兴奋剂而生气 从一开始他就对比尔的品性没抱什么希望 他气愤的是这两个失去理智的肉食动物 居然不管不顾在舞台上打了起来 试图用肮脏的血污染舞台 他惩罚两人暂停活动 就在这时新闻社的记者们闻风赶来 路易的表情有一瞬间的动摇 不过很快就又变回了原本的坚定模样 开始跟雷格西和比尔对口风 告诉他们今天的演出很成功 就让那个演下去 然后再出现在记者面前回答问题 还把两个后备推到前面 表示这是他们很早以前就计划好的剧情 大家生活在这个复杂的世界 都有所隐瞒 隐忍 在各种斗争中努力生存 没有什么对错 只要这些举动有确切的信念就该受到关注 就算粗也 稚嫩 最重要的是有信念啊 路易这番一本正经的演说都给大家整不会了 原来是这样的吗 只有雷格西听出了他的前台词 知道这些话都是说给他听的 可是他真的有信念吗 雷格西从接受采访后就在思考这个问题 因为一直沉默着 杰克就忍不住问他去消了没 毕竟他和雷格西是认识了好几年的好兄弟 昨天自然看出来雷格西的乱动根本不是演出来的 而是真的生气了 之前雷格西有什么事都逼在心里自己消化 这还是他第一次尝试发泄出来 所以老父亲杰克非常欣慰 感觉自己好大儿终于开始成长了 还敏锐察觉出他不对劲 是不是恋爱了 结果一语惊醒梦中人 纯情狗子雷格西连忙转身躲避好兄弟的追问 殊不知心上人 小春此时正在跟他崇拜的路语轻轻握握 变乱道风不知天地为何物 马上要到暑假了 大家都在商量着假期安排 只有雷格西他们美术组的备叫去仓库开会 另一边小春又在被以阴阳兔为首的三人组找茬 一脚把他弹倒后就开始争相嘲讽 阴阳兔就入小春的耳朵质问他 是不是又教了自己男朋友些鬼东西 小春也露出了嘲讽的表情 这伯父一看就是和男朋友复合失败来找茬的 而阴阳兔已经口不择言激情辱骂了 说小春没有任何价值 只会当小三 还说他们小丑徒越来越宾威 就是因为有他这种必吃 小春却只当对方是在无能狂怒 然后好心提醒恋爱这种事情 越是教证就越没办法翻弹 他毫不科技地拨斥着小丑徒 看到对方耳朵都搭拉下来了 还忍不住心中暗息 殊不知对方害怕的是他身后的大灰狼了 等到三人走后 小春才扭过头看到雷格西 但他并没有什么表示 只是自言自语地捡着破碎的花瓶 雷格西也捡起那只花地给他 小春却说他不接受睡过一次的雄性的同情 此时的雷格西已经不再春情了 他提醒小春他们那天明明什么都没做 小春被说服了 便带着雷格西一起去吃饭 老和兔子在一桌吃饭自然引起了别人的议论 小春不以为意 雷格西则忙着紧张 两人谁都不在意别人说什么 雷格西紧张兮兮地纠结 要如何自然地询问小春的名字 小春似乎并没有看出来他的紧张 因为他自己也紧张地不行 对面可是个大灰狼嘛 每次雷格西当开口吞咽食物 小春生起的本能都会催促他赶紧逃跑 他只能通过不停地讲话来分散注意力 吃完饭后雷格西送小春回宿舍 还主动蹲下来帮他细鞋带 字幕相对 一瞬间 阿狼爱上了阿兔 小春也看出来雷格西并没有什么恶意 便主动说出了自己的名字 雷格西春心懵动 尾巴开心地摇晃起来 默默在心里倾涂着对小春的爱意 今后如果是为了和你四目相对 尾巴再赃我也愿意 学校外面的实杀事件越来越多 犯人却迟迟没抓到 好多草食动物们都人心惶惶的 这更加割裂了肉食和草食的关系 这天雷格西撞见几个草食动物 在欺负一只狼妹 非得说他和杀手集团是同伙儿 赤控雷格西开始纠结 要怎样才能制止这场欺凌 最后只能上前心平气和表示自己是他哥哥 显示对雷格西唇心懵懂了 可惜雷格西一颗心跳在了兔子身上 告别狼妹后他去戏剧社开会 说是要派几个人出去和政府商量允实机的事宜 因为最近层出不穷的食杀案件 所以只拍了几个肉食动物 包括雷格西 陆玉还提醒他们千万不能去黑市 前辈都这么说了那肯定是要去一次的 黑市就是专门为肉食服务的 第二天雷格西他们离开学校 久违地来到了城市的街道 几人先去餐厅大块躲移了一番 一不小心到了晚上还没到目的地 而且还迷路了 雷格西便想跟旁边的老杨问路 结果老杨却伸出了自己残缺的手指 问他们想买哪根 所有手指都挂着价格牌 诱人的气味瞬间蔓延进了雷格西的笔枪 其他人自然也察觉到了不同寻常 回头一看 这里不正是传说中的黑市吗 雷格西的脑海中却不合时 也浮现出了小春的身影 他辞职不开口 别人忍不下去了 一把拉开雷格西 开始激动地跟老杨讲价 问其他人要不一起出钱和买一根 一人一口 雷格西听完当场甩了他一巴掌 应该却让雷格西好好看他四周 这里可是黑市 到处都是肉食动物 而外面街上那些肉食动物 看起来都很开心平和 真是黑市的功劳啊 一直以来雷格西认定的事情突然被揭开 露出了里面的残酷事实 原来大家在成年后都会来黑市买肉吃 甚至已经成了约定俗成的事情 那他一直以来的坚持又算什么呢 他还计划着和小春的美好未来 可如果现实是这样的话 肉食动物和草食动物的结合根本就是违背人文的 像是为了证明自己不会被本能控制 雷格西冲进了黑市 周围到处都散发着食物的香气 雷格西只能拼命回想着小春的熔岩压制本能 然而到了巷尾之后他却口水流了一地 他颓废地躺了下去 为自己无法战胜丑陋的欲望感到羞愧 这样他有什么资格说比尔呢 就在这时一个身影出现在了雷格西身后 他将雷格西带回了一间屋子 用铁链将它锁了起来 嘴上也套上了止咬器 发现雷格西在这种情况下居然还能保持正常心率 忍不住称赞了一句 为了他竟只对自己露出獠牙才解开止咬器 凶神扼杀的熊猫声称自己是黑市的看守 审问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杀害并吃掉草食动物的 雷格西连忙反驳自己没有做过那种事情 熊猫并不相信他的话 在草食和杂食动物眼中 他们这些肉食动物扒掉皮都是一样的德行 所以才会存在黑市这种地方 其实黑市上的肉都是医院和病医馆偷偷提供的 虽然不合法 但总好过亲自下手 除了熊猫给雷格西展示了那些因无法压制本能而对小动物下手的肉食动物的照片 雷格西忍不住问熊猫究竟什么来头 熊猫告诉他自己是黑市的心理内科医生 雷格西大概刚好需要个心理医生 更何况这位医生说自己早已抛弃了兽性 如今只靠吃竹自为生 雷格西便说出了自己对小春的感情 熊猫却告诉他那只是他伪装出来的理智 还递上去一本封面式词度的色情杂志 让雷格西自己回去测试一下 他到底是性体系统比较特殊 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才执着于那只兔子 雷格西在路上碰到了英哥 英哥还是无法对老爷爷的手指下碰 所以也从黑市跑了出来 雷格西看着英哥尖利而又美丽的会 终于忍不住为自己并非孤独一人而激动落雷 这只鸡为了下出最高品质的蛋 居然每天都坚持锻炼 捧着雷格西最喜欢的就是用他下的蛋做的鸡蛋三明治 每周三都要买 然而这周三雷格西拿了确实面包 杰克就问他怎么不吃鸡蛋三明治了 雷格西表示感觉味道没吃钱的好 母鸡瞬间破防 为什么 他都那么努力怎么蛋反而不好吃了 直到他又送蛋去小卖部 店员阿姨才想起来告诉他 原来是他的蛋太受欢迎 所以被安排到客人最多的周五了 当然 嗅觉很好的雷格西也很快发现了这件事 此时的路易和小春还在缠绵 即便是在这种时刻路易的脸上都带着寂寞的神情 其实两人是在高一的时候就认识了 当时路易的路脚断了 而夹脚做好还要十天 他就选了平时没什么人的原因是养伤 没想到满头嗜血的场景刚好被小春撞见 路易便直接掏出一打钱 说要在养好伤之前借助在这里 小春才不要他的臭钱 但还是让他留了下来 并且因为不放心主动提出帮忙包扎 四目对视 双双一乱情迷 路易差点就没人注稳了上去 小春却在看到他流露出的寂寞神情后主动现文 两人的关系便一直持续到了现在 小春不想要路易的钱 他想要路易的爱 可惜路易给不了他那种东西 他是裁罚家的继承人 已经有了未婚妻 小春自然也清楚认识到两人是不可能的 互相告别后路易起身离开 结果一拉开门发现雷格西在外面 这可真是干了个大大啊 路易不想被雷格西发现自己和小春的关系 就随便找了个借口搪塞过去 还堵住门不让雷格西进 雷格西明显没有意识到气氛不对劲 说自己只是想见小春才过来的 里面的小春听到后心情也无比复杂 他原本不想和雷格西扯上关系的 路易带着雷格西一起离开 忍不住怜爱起这只被小春玩弄与掌心的纯情狗子了 突然雷格西凑了上来 路易一巴掌把他推开 让他有时间不如多关心一下同族的猪诺 猪诺长了一张漂亮的脸蛋 深受一年级新生的嫉妒 雷格西只能听前辈的话有机会就跟猪诺唠歌 猪诺最近在烦恼与实际排舞的事情 大家都在排挤他 趁他不在的时候直接分配好角色 让猪诺负责跳肉食恐龙的部分 雷格西便帮忙和他一起训练 看到雷格西脱下外套后露出的健壮小臂 猪诺心里小鹿乱撞 瞬间就爱上了 心中期待着和他成为最完美的大灰狼情侣 并且直接开撩 握住雷格西的手告诉他自己心跳的好快又很安心 结果雷格西这个杀风景的告诉学妹 等上了二年级他就会懂了 这是生态学历会交的知识 同统族之间在物理上互相触碰 会让内心放松是已经被证实的事情 猪诺贝这个钢铁直男整不会了 另一边杰克也陷入了深深的纠结 因为他一不小心发现了雷格西的秘密 他居然 他居然走上了大变态的道路 不过杰克向雷格西保证自己绝不会告诉别人 雷格西也趁机对好兄弟说了自己的烦恼 但说出口又后悔了 连忙改口说并不是喜欢对方 反正他已经习惯了压抑自己 就这样结束吧 然而他想结束小春去又不愿意了 之前还不想跟雷格西有过多接触 现在居然开始主动找他搭话了 雷格西这个笨蛋完全没有察觉到对方的想法 目光却不自觉跟着小春的身影 突然他看到了路易和小春站在一起 路易还轻易地摸了摸小春的头 刚刚还打定主意要和草食动物保持距离 看到这一幕后却直接捏爆了手里的颜料 雷格西回想起来那天在路易身上闻到的味道 他的心里充斥着极度与不甘 这份感情甚至直接压过了本能 他终于清晰地肯定了 他就是喜欢小春 隐时机快要来营了 学生们都去市里帮忙布置会场 可是他事件却越来越频繁 这样下去能否顺利进行还说不准呢 等小春回过时来周围的学生都已经回学校了 他自嘲一句可能自己就算被肉食动物一口吞了也没人会发现吧 很明显他低估了自己的魅力 反正雷格西是专门等他一起才回学校的 两人错过了地铁只能坐在长椅上等待 小春神在如常地提起了那天的事情 问雷格西为什么一直在逃避那件事 雷格西回答因为他觉得那是件大事 所以要藏在心里 小春却不以为意 甚至在听到雷格西希望他能珍惜自己是还有些动气 觉得这些高高在上的肉食动物什么都不懂 不知道他们这些弱小动物的恐惧和担忧 说完后就想远离雷格西去坐另一节车厢 没想到两人争执的时候居然被围观了 肉食动物对草食动物动手动脚可是要被抓的 于是在巡警过来之前 小春拉起雷格西就狂奔逃跑 两人一起躲进了同一间公厕 等巡警离开后才敢出去 一时没办法回到车站 两人便坐到公园的场影上唠嗑 雷格西刚想表达一下自己的心意 就听到小春说他之前有一次差点被肉食动物吃掉 虽然当时间他还没能看见对方的模样 雷格西的话再也说不出口了 对啊 他可是曾经差点杀死小春的人 怎么有脸说喜欢对方呢 雷格西决心把这个秘密继续隐藏下去 和小春在校门口就分别了 回到戏剧室和路易正在训斥社员们最近太松散 正是猪怒推门进来了 没想到大家居然纷纷围了上去 哪里有被孤立的样子啊 路易就好奇地问了一下 得知是因为猪怒最近的努力改变了大家对他的观感 他轻易就把大家给凝聚了起来 可惜猪怒眼里只有雷格西 晚上猪怒一个人留下来打扫 路易走了进来 猪怒便顺势邀请前辈指点一下自己的训练成果 结果恋着恋着他就忍不住把路易给推倒了 问路易是不是很讨厌自己 或者说讨厌一切肉食动物 果然女人的直觉是最敏锐的 他死死压住路易 嘴上却说喜欢雷格西 而这只不过是一场宣战而已 他要超越路易 成为下一位比斯塔 然后和雷格西前辈一起得到和平的肉食动物时代 路易不在乎对方的咄咄逼人 还好心提醒他雷格西可是一个比他想象中更难搞的人 不知不觉陨石机的陨石一行在学生们的努力下弄好了 据说一起聚陨石里放下点燃的蜡烛的男女将会袭接连里 主动刚想邀请雷格西 现场的灯突然全部按了下去 学生们一阵惊慌 连忙汇聚起来 由最强大的肉食动物们在外围保护 雷格西穴突然想起了总是若丹的小春 他努力分辨空气中的气味 终于找到了因为担惊受怕而色缩的小春 小春察觉到人后立马跑了过来 同时喊了声路易 紧接着现场的灯又全部亮了起来 小春满心内就递道着先想要解释 雷格西穴蹲下来安慰他 没事的 只要小春没事就行 看到他的下服脏了还递上去一块手帕 这一幕刚好被猪弄给撞见了 他满脸都写着不敢置信 狼和兔 狼和肚怎么可能啊 其实路易并不是猜伐家的亲生孩子 他在五岁的时候就被当成肉食动物的 活食在黑市上贩卖 但他运气好 被猜伐买下来 从此过上了贵公子的生活 不过为了将其培养成优秀的继承人 路易从小就要接受惨无人道的训练 克服面对肉食动物时 潜藏在本能中的恐惧 路易发誓一定要改变这个世界 至于提姆遇害已经三个月了 凶手还是没抓到 路易也是唯一一个每天都会去献花的人 很多学生都知道这件事 所以给了一些心怀不轨之人可乘之期 这天雷格西就撞见一个想偷袭路易的花豹 不动身色制住他后质问为什么要这么做 花豹表示现在有很多肉食学生都想对路易动私心 因为陨世纪之后路易肯定会当上B-Star 到时候肉食动物的立场就会被削弱 花豹还觉得雷格西同为肉食动物肯定会理解自己 殊不知人家是路易的忠实拥躬 已经决定牺牲自己的爱情 坚决护路易周全了 为此他决定给自己的爱情做一个了结 便跑去找小春告白了 小春明显是知道他想说什么 一直岔开话节不想听 直到雷格西用可怜巴巴的感情拉住他 邀请他明天在陨石下见面 小春只能同意邀约 反正他到时候也要跟雷格西说个清楚的 格西意外往往更先来到 小春被绑架了 现场只留下了一只鞋子和一个low 白马一看是狮子组的就让那些学生放弃了 如果主谋是狮子组 警察也未必会出动 这时市长走过来让他们暂时不要管这件事 说会私下展开调查把那个兔子救出来的 并且断定那个少女已经活不了了 此时的小春正在跟狮子老大面对面交谈 这个老大上来就让小春脱下衣服 然后自己去浴缸清洗 他向来只吃最美味的肉 市长把洛伊叫了过来让他见识大人的世界 这也是成为比斯特的必修客 市长将狮子的事情告诉了洛伊 为什么没办法整治 因为市长本人就是狮子啊 他花了那么多年整出这张和蔼可亲的脸 把自己塑造成善解人意的市长形象 如果市民知道还有个为非作歹的狮子 狮子是善良的印象就会瞬间崩塌 草石和肉石之间的隔阂也将进一步加深 最终城市会陷入混乱甚至消亡 市长说这些就是想让洛伊不要插手这件事 作为回报他会帮忙把洛伊小时候 在黑市被当成活适的记录消除 洛伊内心愤怒不已 却还是伸出手和市长握了一下 出来后更是直接甩开了喊他一起救小春的雷格西 此时此刻的他前所未有的痛恨雷格西 痛恨他拥有力量却伪装弱小 痛恨他永远不用接触这种真实的残酷 然而雷格西却一拳将他打飞 入狱明明拥有了一切 现在却只顾着把救不了一个女生的不甘发泄在他身上 既然他想活得这么圆滑爬上顶点 那么小春就由雷格西收下了 雷格西一个人跟随气味来到了黑市 结果周围的人一听出失祖 不是逃走就是撇开视线 直到他遇到了上次的心理疑神熊猫 熊猫告诉雷格西失祖有多么可怕 那可是连他都不想沾上关系的存在 雷格西便把自己心上人被失祖抓到的事情告诉了熊猫 他想救小春 想告白 想弥补之前的错误 可最后也只得到了一个池子的信息 雷格西只能冒着大雨继续寻找 终于找到了失祖的基地 他没前进去就被发现了 不过他运气好 面前的狮子身上沾了小春的味道 他为狮子对小春做了些什么 直接暴力压制 却因为脱口而出 我的猎物愣了一下 瞬间就被对方抓住机会反压 幸好关键是个熊猫出手相助 熊猫教育雷格西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要上去啊 不然还怎么救出心上人 于是接下来在熊猫的掩护下 雷格西凭借自身撞出的身材和一直隐藏的实力 终于闯入了失祖基地 雷格西闻到了其中一只狮子身上有小春的气味 便将人交给熊猫 继续寻着气味向上前进 与此同时小春正在写一书 他出生在一个迷你兔家族中 而迷你兔即便在草食动物中也算弱小的存在 他从小就习惯了被人用同情的目光注视 直到初中三年级接受了同学的告白 并顺理成章做了爱做的事情 终于他发现了 原来自己和其他动物 应能对等的时刻居然是在床上 唯独这个时候他不会被当成弱者 也是第一次感觉到了被认可 所以他开始辗转在不同雄性的床上 为了那寥寥几个的平等 回想这十八年的时光真是过得无聊 小春还没来得及对喜欢的路易说明心意 还没找到神来的意义和自己真正的价值 最后徒留鬼恨 然而写到这里的时候 雷格西出现拉住了他的手 一瞬间和雷格西的过往全部浮现在脑海中 对啊 还是有人一直在注视着真正的他的 那种不带同情或怜悯的 沉澈的目光 为什么他到现在才意识到呢 想到这里小春立马清醒过来 正多准备对他施暴的师祖老大 恼羞成怒的老大准备更加毫不留情地对待小春 就在这时 雷格西宛如天神一般降临 踏破窗而入直接踹翻师祖老大 四目相对 小春的心动摇了 而雷格西甚至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 扔给小春后才继续和师祖老大动手 雷格西和老大展开了激烈的搏斗 他让小春赶紧趁机逃跑 小春却说什么都没办法 跌下雷格西 没办法 雷格西只能露出了疗雅 自找着地陷露出自己的真实实力 休明在外的师祖老大就这样被咬穿了肩膀 雷格西知道现在的自己大概更像恶魔 却还是忍不住向小春伸出了手 好在小春接纳了这只恶魔 愿意驯服面前的大灰狼 两人紧紧相拥 然后互相搀扶着走了出去 但雷格西心软留了老大一命 却给了对方可诚之期 就在老大准备背后放冷枪的时候 路易居然出现帮雷格西补刀了 他也觉醒了不得了的性体系统 享受着一草食之身压制肉食动物的快感 小春将雷格西带到了公园的长椅上 让他先休息一下 听到雷格西肚子饿的咕咕叫 还带他一起去吃面 结果直接错过了末班车 只能找个地方先住下来了 上午酒店太贵 他们只能去便宜的情侣酒店 小春疯狂暗示 雷格西不知所措 车车 好快的车车 难道他真的要在今天交出处男之身了吗 雷格西一进房间就直接开启帝王引擎 刚准备亲上去就被小春打断了 小春让他先洗个澡清理一下伤口 现在气氛太好了 雷格西没忍住 向小春坦承了那天晚上袭击他的救世自己 没想到小春其实早就知道了 只不过一直装作不知道而已 现在既然雷格西主动说了出来 小春便把自己交给了他 是抱他 还是吃他 正耳欲龙的心跳声环绕在小春耳畔 小春的身体突然不受控制地想要钻进雷格西口中 逃跑的本能被压抑后 那么被吃掉的本能就会显现出来 这是来自兔子基因的斥责 提醒两人你们相爱的关系是个天大的错误 最终这场运动还是没能进行下去 小春拿起雷格西的衣服去帮他清洗 而雷格西直到这时才意识到自己有多傻 怎么会觉得自己救了小春就能得到他呢 晚上两人也是盖被子纯睡觉 什么都没发生就离开了酒店 当然 还有一些变化在悄然发生 只是两人暂时都还没察觉到而已 雷格西取医务室包扎后猪弄前来探病 结果刚出去就遇到了小春 他想质问小春昨晚他们发生了什么 不过这种情况直接问明显更靠谱 猪弄上前就是一个壁东 抓着娇小的小春秀来秀去 却然他身上并没有那种味道才放心离开 并且在临走前向小春宣战 表示绝不会吃掉他 而是以女人的身份赢过他 但要在陨石记上证明这一点 路易失踪 陨石记那天晚上猪弄盛装出席 将松散的戏剧车大家又重新凝聚了起来 在场所有雄性的目光都被他吸引了 除了雷格西 他只是向猪弄到了一句家 又便出去找小春了 殊不知小春反而被猪弄的舞姿吸引 他终于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的感情 他已经离不开雷格西了 怎么能放任他被别人抢走 然而就在小春鼓起勇气 想说些什么的时候 猪弄向大家宣布了雷格西 救出草食动物的英勇事迹 灯光照在了他的身上 小春默默收回自己的手 目送雷格西背驾着上台 猪弄向大家诉说着雷格西的事情 还没等雷格西反驳就带着蜡烛 拉他去了运尸下面 他说自己会和雷格西并肩前行 却不会成为他的负担 这番深情告白谁听了不迷糊 雷格西就不迷糊 他直接拒绝 去找了小春 雷格西只想继续待在暗处这门阴城下去 不想活在光明的地方 刚好小春也是如此 那他俩岂不是天生一对 如果不是分别属于狼合肚子两个种族的话 他们明明喜欢着对方 却因为种族本能而无法接纳对方 雷格西只能拼命向小春保证 他会变得更强 绝不输给本能和这个社会 他想让小春幸福 而小春想要触碰 却有缩回的手刀 是他内心的动摇 两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 第一季到这里就结束了 那么有小伙伴看出来 杀害羊头的凶手是谁了吗